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5日 星期一 以往我們跟大家說過 一個觀點 就是日本 他們在民間的機構 學術機構 新聞集團 政策研究 政治研究 經濟研究的機構 其實對於中國 他們的了解是很深入的 他們很多時候的分析 比起很多 歐美白人的媒體 或是財經 分析得透徹很多 原因 他們真的要很用心去浸 大家可能也有聽過這本《填宗咒接》 當時他們就說 《填宗咒接》的內容就是 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國 欲征服中國 必先征服滿洲 當然 填宗咒接有人說是假的 不過也可以看得出 當時的日本人 其實他們 在侵略中國或之前 其實做了很多準備功夫 準備功夫 或是收集資料 分析 其實日本人做得很好 日本的報章 其實我們 當我們不懂日文 但是我們也會看回一些 翻譯的日本報章 其實台灣是最多的 我們周不時 有時在台灣的新聞 也可以看到很多日本的消息 以及日本的報章 分析大陸 最近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正在分析中國 那種 接近破產邊緣的狀態 主要就是房地產 以及周邊產業的危機 當然 除了地產開發商之外 就是建築公司 然後就衝擊銀行 以及地方政府 這個 使得中國的經濟是很嚴重的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以往 建築 以及發展商 佔了中國GDP的21% 是在貢獻21% 譬如說那年的GDP增長10% 他在10%裏面佔了21% 到了今年又如何呢 今年不單止沒有貢獻 還要倒退 今年 對於GDP 是-2% 即是說沒有貢獻不但還要扣喉 因為他們的房地產經 畢竟 使得GDP還減少2% 我們看到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中國房地產危機 已經對銀行 以及地方政府造成 衝擊效應 標普全球的評級報告 就出了一份警告 就說大約有20%的大陸的地產發展商 會有破產風險 而三成的地方政府今年底之前 會洪入財政危機 必須採取 削減支出等修正行動 詳細跟大家說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有個呼籲 8月31日 英國倫敦有個集會 主辦單位請了英國的國會議員 我們也請了袁爸爸來講議會 希望大家可以到場支持 831除了是 當時的太子站這件事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發日子也是831的 就是2014年當年 人大 對831下閘 即是在這一天宣布下閘 不讓香港有真普選 所以 遺免了一年多的佔領中環運動 9月份就爆發了 831之後 9月份就爆發了 佔中 佔中之後的元旦革命 再之後的時代革命 就是三部曲 有沒有第四集呢 在等你和我去寫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可以來參與這個集會 8月31日 傍晚6點至9點 地點是Parliament Square 即是 西敏寺 大笨宗對開廣場 希望看到大家 我們再看看 根據 上海萬德資訊的資料 直到8月8日的過去一年 中國的發展商 地產開發商 總共爆出了99宗 本國債務違約 99次 是在一年前的2.2倍 房地產研究公司 中國指數研究院 他們出了一份數據報告 數據顯示 今年上半年 中國新屋銷售 按年 減了27% 中國100個主要城市 在7月份的新屋銷售 較6月下錯了13% 比去年同期 跌了27% 是暴跌了27% 銀行開始感到很大壓力 借錢給房地產部門的債務 佔中國未償還貸款總額的26% 而日本房地產泡沫 最高峰的時期 這個比率 只是21至22 即是 現在的中國 房地產泡沫 已經比當年日本最高峰的時候 都要危險 中國四大國有銀行持有不良債 較2021年增加1.88% 達到3.8% 報導說沒有辦法確保資金流 令到很多大陸的 建商 成建商 建築商 停建現有的工程 直到今年的6月 過去四年 有4%的新盤 出現問題 出現難尾 反過來引發一些 停泰的斷工抗議 今年有大規模的 不供了 超過300個未供的地盤 他們 買了樓花的人 拒絕交房貸 拒絕供樓 中國 移居的研究院 總監 嚴若俊 估計 這個影響着9000億人民幣的房地產美常還債務 即是 這堆工程 牽涉到9000億 所以 中共當局 其實在較早時 找了一些銀行 撥款3000億出來 幫這些 爛尾的盤 完成 借錢給他們 到時候就讓他們賣了一套錢 才會還錢 3000億的數目當然是不夠了 因為當時 保守估計 其實爛尾的300個盤 已經是佔了兩萬億 所以當時有坊間要求 中共起碼要拿兩萬億出來 後來他們就 找了 幾家國有的 最大的國企那四家五家大行 工行 農行 建行 中國銀行 等等 借錢給這些爛尾的盤 幫他們搞回生 問題就是 是不是那麼容易搞回生呢 現在也很難說 畢竟 你要扔那麼大筆錢下來 房地產危機 最嚴重 是衝擊了地方政府 一直以來 大陸的地方政府 很依賴這些 賣地收益 作為他 地方政府的開支 結果 現在 土地銷售 在2020年 首次超越了稅收 即是說他們賣地收益多於其他的稅款加起來 現在這些建築商沒有錢 沒有辦法 蓋新樓 買新盤回來 或是投新的地 所以地方政府 賣地收益大跌了31% 而且預料全年都會跌 在七年來 首建 房地產業務的收縮 也會衝擊著地產相關的稅收 中國政府 初初打算拿3000億出來做房地產金 去幫那些發展商 去賣美 完成這些爛尾樓 但是 中共消息的人士就說 其實這個很明顯是杯水車身 是一定不夠的 其實 不僅是你們知道 大家都知道 哈佛代後教授羅格夫指出 在過去的20年 房地產部門是中國經濟關鍵的驅動力 甚至乎是經濟火車頭 房地產的相關活動 如今 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9% 從1990年底的不到10% 現在升了兩倍 到了29% 美國 日本 歐洲 估計 佔比率 只是20%以下 其實是相對少的 因為 即使倫敦也有很多新盤動工 但是 佔經濟活動的比例是很低的 美國可能會大一點 歐洲一定會少 這位教授估計 房地產 相關的投資 減少了20% 就會衝擊到中國GDP的5%至10% 房地產和建築部門 佔城鄉就業率的15% 房地產危機 也是就業市場不穩定的因素 剛才我們 跟大家公佈了一個數據 就是中國 依靠房地產 帶動的經濟 最高峰在2020年 最高值是佔了整個GDP的21% 今年 跌到 -2% 這個數據其實挺嚇人的 網友發了一張圖給我 房地產業和建築業對GDP的貢獻 最高值在2021年第一季達到21% 之後持續下降 跌到現在-2% 之前 以往的數據 1992年開始有數據 大概11% 然後 到了1998年 可能是金融風暴 跌到5% 然後慢慢回升 輾轉回升 到了2003、2004 2004年又跌過下來 因為沙士 然後 慢慢復甦 2008年 上過去14% 然後2008年之後 有海嘯又差不多下降了5% 然後慢慢復甦 到了 這個2010年已經衝了上去 接近 18、19% 然後又回落又上又回落 去年最高峰衝上去21% 就是整個房地產和建築 這個圖表 可以顯示今年 突變得重要 當然是 防疫也是 一個大問題 人對國家沒有信心也是一個問題 誰敢買樓呢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接下來會繼續跟進大陸的經濟崩潰情況 都不能進暫時 要不要繼續跟進大陸的經濟崩潰 等灰崩潰 多新建篩 都不能進兵 這時